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次殴打 致使霍云全身多处受伤 三名刑凶者由于害怕造成严重后果 经过一番商议之后决定放走霍云 回到家之后 忐忑不安的霍云前往派出所报了案 我们看到是胳膊 头部 脸部 还有身上 胸部 臀部 不同程度都有不同的伤 我说你到底怎么是 你帮我说清 你要不说清我记得 你别看你个人的词 打你那么样脑袋 我说我告诉你 我还不管你平静 你别看长这么大 没这么大 自己都无所谓 我是男人什么都可以扛 不管怎么是 我能扛过去扛过 我主要是对不起我父母 给我养育 只要这么大 这段视频拍摄于2015年的1月 拍摄地点是大连市干景子区的一处荒山上 居霍云说 在此之前 他已经被这伙人拘禁了40多个小时 殴打了无数次 而这段视频是其中的一个嫌疑人拍的 他原本是想以此作为威胁霍云的证据 而当警方向霍云询问 这些嫌疑人和他是什么关系时 霍云的回答让警方大吃一惊 因为嫌疑人中一个叫孙瑞的 竟然是霍云的朋友 聚焦一线 直击现场 朋友的突然消失 令他遭受两天一夜的非人折磨 一次荒唐离奇的追债经历 一张不具法律效力的担保书 我感觉不想呈现 他觉得自己没办法 你没办法 债一线正在播出 霍云说 他在近两天的时间里 在不同的地点遭到孙瑞等人的多次殴打 其盘末边防派出所的民警 根据霍云提供的线索 找到了其中一个事发地点 你看到有这么个难的 当天的傍晚时分 霍云和孙瑞等四人 曾在这家饭店用餐 他们点菜的时候 点的都挺好的 吃也挺好的 当时也没看出什么异常情况 我想走 你不要我走 从饭店的监控录像来看 虽说霍云的神态有些不自然 但是吃饭途中 也不时地与孙瑞等人举一杯共饮 这几个人在吃饭的时候 有说有笑 还互相经久 关系十分亲密 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还都 我一直想去打一眼 坐脚手打了 我也没结婚 我给谁打 你没吃几口 你都总不够 吃完饭之后 几个人一同出门 没有任何人对霍云进行控制 警方不禁怀疑 这到底是不是一起按键 又或者这是朋友之间的闹剧行为呢 为了证实自己所言不虚 霍云又给警方提供了另外一个证据 据霍云说 案发当天 吃完晚饭之后 孙瑞等人又强行把他带到一家旅社 最后警方调取了这家旅社走廊的监控录像 发现在此期间 霍云几次将要冲出门外 霍云以半夜起来 上厕所方面为由 也准备得逃跑 他们看到霍云有好的意思 对霍云又精心的一次殴打 而且不容易去他睡觉 我那时候的感受 胜不如死的感情 别 多血 就脱多的血 霍云所说的这件事究竟是什么 何至于朋友之间反目 用如此暴力的手段来解决呢 霍云说 这件事的起因就是借钱 可是他既不是欠钱的人 也不是出钱的人 谁知道 我没借钱也打 这是一张先有霍云姓名的担保书 在最后一行清楚地写着 如果借款人三天之内未还清借款 则由霍云承担全部还款责任 我就想你别加到伯长 就没有办法 无量的写的东西 实就是无销的东西 你话说无缘无缘 我没拿着钱 霍云所说的是否属实呢 担保书上所写的借款人又是谁呢 盘某是霍云的同事 曾在一个公司做保安 平日里关系很好 2014年10月 潘某急需用一笔钱 于是找到霍云寻求帮助 你能借钱 你必须能还钱 你还不去 你就不许借钱 他说能不能 咋才能去帮他这个忙 在霍云的引荐下 潘某认识了孙瑞 并向他借了三万元钱 约定两个月之后 连本代息偿还 11月20号就开始 20号以后就开始要了 要了你说就给他的六千元钱 有时候不倒置就脆 能脆就上哪去弄 一脆就脚失 然霍云没想到的是 接下来潘某就消失不见了 此后霍云就成为 这件事情中的替罪羊 并在孙瑞的逼迫下 写了一份担保书 我家的条件也不好 我平时不 你说我借钱 我必须还 我没借钱为什么还 没有道理 接警后的第二天 警方根据线索 找到了正在大连一家 超市内购物的孙瑞 孙瑞就非常非常配可 因为他觉得自己 没犯罪 也没违法 你们关机关照我干嘛 在派出所刚一坐定 孙瑞就开始向警方抱怨 欠钱的攀谋 给那个借钱那个人打电话 打电话的电话就是处于关机状态 24小时处于关机状态 然后我就感觉不太靠谱 我就去找他要钱 然后紧接着就是找不着人了 孙瑞不止一次找到 找潘某 打电话找潘某 包括之前潘某所描述自己工作的单位 还有潘某爱人所工作的单位 孙瑞都去找我 一调查一核实 根本不像之前潘某所描述自己是某某公务员 爱人是某某公司的白领 有稳定的收入 他所陈述的单位 根本就没有这两个人 其实我发现潘某没有工作 他已经在公司不干两三个月了 就是在外面借钱 就属于在外面拆东墙补西墙 无奈之下 孙瑞找到中间人霍云 可是这个时候霍云也开始躲着他了 找他半个多月 没找着 完了我就寻思一下 让我朋友给他发了点信 因为信霍的他是在外面拦活的 什么活都干 就是他本职工作是在当保安的 然后他在外面也印一些广告做名片什么的 2015年1月19日 也就是案发当天 孙瑞的朋友以印名片为由 把霍云从家里骗了出来 我过去了 过去我找了他了 我行他走 我就一点名片 我就去过去了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这个钱的事情 我要怎么解决 接面之后 孙瑞等人不由分说 强行把霍云拉上了车 我说我不是我欠钱 完了你找盘某去 你一手就他就不讲理了 但正好到他过年时候 就是手边就像缝了 所以他必须要钱 不给钱你就不放 一个是带着我们找盘某 要钱 第二 就是你还我钱 因为你做的担保 霍云觉得很不理解 这个东西我肯定不能还你钱 他只有带着孙瑞 在大连各个角落去找盘某 在此期间 霍云用手机联系上了盘某 并约定了见面地点 可是辗转几次去的目的地 都铺了空 当时霍云没有跟盘某说 我带着孙瑞去找你 盘某就说 我在这个西南路 某彩票站 我在打彩票呢 你过来吧 到了西南路的彩票站 他这几个朋友 叫孙瑞下去找了一圈 根本就没有这个盘某这个人 从彩票站到网吧 又到饭店 盘某一次次的变更见面地点 直到最后电话关机 连霍云也无法跟他联系上了 转了大约能有四五个小时 都是没联系到盘某 没打电话告诉一个地方 每一次都到那个地方找 结果都没找到 我看过这个人 提到我还电话也不提 哎呀 他最困难的时候 我去给他借钱 帮助他 在大连赚了整整一天 筋疲力尽的孙瑞等人 既气愤又无奈 找他过程中 就我开车花的油钱 都是两三千块钱了 所以说你 特别特别来信这件事情 你欠钱 你可以说你现在没有钱 但是你不可以电话关机 消失不见了 这种人我感觉不想诚信 眼看找着盘某 亦是痴人捉梦 无望的孙瑞把霍云带到了一处荒山上 对他进行了最后一次的殴打 你走一天了 走一天了 还走走一天了 走一天了 往马也去了 往马也去了 哪也去了 假的 怎么弄 你什么怎么弄 我得回家 你妈走 你妈走 你怎么回家 那时候记过录像 就说那个意思 你不还钱 就把这个放出去 师父 就叫我在这个圈儿没法混 你哪去了 你哪 我也弄不着 你啊 还给你这么笑了 等你撒网上 牙都打掉了 和这个胳膊 这胳膊就是拿狗吧 铺的 我都那么求饶 都赶上那种 都归下 我除了父母归下 在这近四十个小时 拘谨过程中 我对他进行四次误导 这个咱们得承认 这个咱们做的不对 反正可能胳膊那块最坏了 我说那样吗 我说给你拿钱 在上院看看病吗 直到此刻 孙瑞也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行为 已经触犯了法律 在告知居留之前 小孙一直没有认为 自己是犯罪的 他说所长 他欠我钱 那个潘某欠我钱 霍云是担保人 我找不到潘某 我找霍云要钱 有什么不对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238条的规定 孙瑞的行为 已经构成非法拘禁罪 非法拘禁罪的 一个重要构成要件 就是非法剥夺他人 人身自由的行为 孙瑞所描述的事实 跟霍云所 跟公安局官所描述的事实 是完全吻合的 包括时间上 包括行为上 目的上 几次殴打上 殴打的方式上 包括对他造成的伤害程度 这样我们对孙瑞 就进行了刑事拘留 直到案件了结 孙瑞被依法拘捕 现前未还的潘某 始终未曾露面 通过这件事 我总结了 最起码我知道 这块对人的事 最起码得看准 叫一个真心的朋友 不是容易的事 对别人 帮助别人 别人属命领情 是一件好事 帮助别人害了自己 也得不到别人的怜悯 和别人的战喜 和别人的感动 一个朋友就不是朋友 你是我最大的 人生中交到一个 最大遗憾的朋友 2015年5月20日 辽宁省大连市 干警的区人民法院 一审判处被告人孙瑞 拘役五个月 并处罚金三万元 他们设施不深 没有太过多的接触社会 而且这个 都觉得用殴打 拘谨的方式 讨薪讨债 比较快 来钱的方式比较快 你要钱 在维护自己的权利 对不对 你维权别违法 你在维权的过程中 你已经构成违法了 而且你构成犯罪了 后悔 就是因为当初不懂法 所以说回来以后 看了一些相关法律的书籍 讲这个细节 比较了解过了 所以说就服从法律判决 使用挟持 殴打的暴力手段 来追讨欠款 孙瑞不但没有拿回欠款 反而赔上了三万元的罚金 从另外一方面看 孙瑞已高出银行四倍的贷款利率 进行民间放贷 这已经超出了法律的界限 而那些所谓的借款合同和担保书 从一开始就不受法律保护 对于孙瑞来说 这次经历不是没有收获 法律从来就没有灰色地带 不管你有多少理由 违法必然是得不偿失 这天上午 从姐姐家出来 姚永诚登上了 开往吉林省图门市区的班车 从那以后 她便奇怪地消失了 过了两三天 我有事找她 就发现电话关机了 我就去她家了 然后到家里也没有人 最初 朴女士以为 弟弟是找朋友喝酒去了 因为在这之前 朴永诚因醉酒 在朋友家住上几天的事情 也时有发生 过了可能中间 得有三四天吧 然后又去家里找 电话还是关机 又到家里去找 可是还是没人家 之后又过了十几天 弟弟依然毫无音讯 她平时总接触那些朋友 因为都打听了 谁都不知道她去哪了 2014年9月23号 警方接到了朴女士的报案 于是对这起失踪案件展开了调查 失踪人朴永诚 今年44岁 是同门市实现证人 至今未婚 失踪之前 她没有任何的固定职业 只是四处打工 警方从朴女士那里了解到 朴永诚酗酒成性 经常和朋友们聚在一起喝酒 也就是在8月1号那一天 朴永诚失踪之前 她对自己的姐姐说 她要去图门的一个朋友家里喝酒 也就是从那之后 朴永诚便失踪了 她究竟去了哪里 会不会遭受到什么意外呢 警方又该如何着手调查这起案件 几斤排查 可疑人员显踪影 最后一次出现的地方就是金某家 扑朔迷离 罪魁祸首难分辨 询问的一个结果 是否真实的 我们当时也查识了怀疑 酒后一线正在播出 张永诚失踪之前 一直都在外地打工 那么有没有可能 这次是不辞而别 他已经离开图门 前往外地打工去了呢 我们就通过这个 网上这个查询这个平台 看看查一下他的轨迹 发现他也是没有住地的信息 也没有出过图门 坐车 乘飞机 这些信息都没有 表示这个人也是没离开过图门 有迹象表明 就在8月1日的中午 张永诚从石县镇乘车来到了图门市 之后也没有再走出这个范围 他究竟遭遇了什么呢 这个人应该是在图门这个地方 应该在他什么朋友家呀 或者是还有什么其他的社会关系 这方面我们从这考虑到 根据朴女士所提供的信息 景华很快便找到了一个名叫金柱的男子 朴女士怀疑 他的弟弟当天就是到图门来找他一起喝酒的 朴永诚在图门市的社会关系并不复杂 金柱是他平时接触最多 关系最为亲密的朋友 警方认为 如果朴永诚来图门喝酒 必定会来找金柱 其实当时我们对这个信息的男子也挺怀疑的 因为他本身也是一个挺愿喝酒的一个人 而且据我们了解这个这个市中这名男子呢 也是一个很愿喝酒的人 所以他们应该是互相来讲比较熟悉 但是这个信息的男子呢 就一口咬定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 办案人员怀疑金柱在这个问题上将警方撒了谎 果然警方随即便在金柱家附近的监控探头中 发现了8月1日下午 他与朴永诚一起外出的图像 于是金柱顿时成为找到朴永诚下落的关键 通过他这个朋友也好 或者是其他社会关系也好 也跟他闹了 就是说把这个事说清楚 一定要跟我们讲清楚 这一次在警方的再三追问下 金柱突然改了口 说那朴永诚确实找过他一起喝酒 找他喝酒的时候呢 他把他领到他的朋友家 一个集中村的那个姓金的家中 警方立刻前往当天 他们曾在一起喝酒的地方进行调查 果不其然 面对警方 房东金炎君的一番话 也证实了金柱的说法 金柱确实有一个姓朴的来我家喝过酒 喝过酒呢 然后呢 喝完酒之后就走了 随后警方了解到 张永诚在8月1日下午两时取 与金柱一起来到金炎君家做客 而当天一起喝酒的 还有一个名叫崔东国的人 最后当天一起喝酒的崔东国 也证实了这一说法 根据金炎君和崔东国所提供的信息 警方了解到 张永诚当天离开金炎君家的确切时间 为8月1日的晚上6点 而自那以后 再也没有人见到过他 经过走访了解到的 最后一些出现的地方就是金柱家 那么小永诚在离开金炎君家之后 究竟又去了哪里了呢 为什么至此之后一直音信全无 当时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有的说会不会是这个 施东这个人喝完酒以后出去 发生了什么意外 因为当时他们喝酒的地方在一个郊区市郊 也是路灯什么的都比较少 会不会有什么意外 金炎君家位于图门市郊区的吴宫村南山路 按照朴永诚回家有可能途经的区域 警方展开了调查 从这个喝酒这家除了以后 因为到边就是一条这个水沟 水也很深 有没有可能是喝多了 掉水沟里面了 发生什么意外了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们对这个 它除了以后这个沿途 又仔细地进行了这个查照 但是也没有发现这个人的踪迹 警官做了大量的工作 然而十几天过去了 警方却依然无法搜寻到朴永诚的下落 十多钱我们摸牌 挨家挨户的走访 甚至我们上那个吴宫村 吴宫村的水库的去嘎 在这种情况下 有民警怀疑 朴永诚的失踪是否与金炎有关 毕竟在前期的调查中 金炎的表现显得比较反常 通过查询他这个通话记录 还有这个接红录像 发现了这个性侵的男子 他确实跟人跟一名女子离开了 这就是说 在朴永诚失踪之前 金柱就已经离开了现场 那么朴永诚的失踪 只可能与另外两个久友 金炎君和崔东国有关 会不会因为什么矛盾遭遇了毒手 然而在没有发现任何确凿的证据之前 这只是警方的一种推测 跟他一块喝酒的人 跟他的关系都不错 理论上来讲 应该是没有什么杀人的动机 可是在接下来的调查工作之中 越来越多的迹象却表明 朴永诚死于酒友之手的推测 并不是全无根据 这喝酒的地方是市郊 郊区本身就很偏僻 而且他们在喝酒这家 就这个附近没有监控录像 没有探头 只是在他这个碧京的道上 就到那个人形道上 才有监控录像 但这条道应该是他的避兴之路 所以我们也查证了他这个监控录像 发现有他进去的监控录像 但是并没有他出来的 朴永诚没有从喝酒的地方再出来 这个发现让办案人员意识到 案情极为重大 只是在那场酒席宴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以至于出现如此严重的后果 警方一时难以判断 产生怀疑 但是没有任何的证据 我们已经对他们进行了 头一次的第一次的询问 那么我们只有自己去找证据 除此之外 根据掌握的信息 警方同样也并没有发现 崔东国当晚离开金言军家的迹象 这更进一步加大了民警们的怀疑 到底是从积淀离开的 从离开的时间和路线上 去依证他们说话的真实性 在调查中民警们注意到 金言军与崔东国都异口同声地表明 当天朴永诚离开金言军家中的时间 是晚上六点钟 对于当时情景的描述也如出一辙 但我们就感觉这个就有问题 为什么有问题呢 你这个喝了很多酒 记忆是模糊的 不可能记这么清楚 我们感觉那个房主金帽和这个吹帽撒话 而后从金珠那里获悉 由于崔东国出言不逊 当晚在喝酒的时候 曾经和朴永诚发生过口诀 崔东国今年47岁 徒门市凉水镇人 2003年曾因盗窃罪被判有期徒刑三年 出狱之后并无固定职业 平日里酗酒成性 并且经常酒后寻醒滋事 金帽就反映一个情况 跟我们公安警官反映什么呢 他说他人比较胆子比较小 因为是崔帽长得次才高大 而且平常喝酒的时候 语言也不友善 他也就是比较害怕 警方了解到 就在几个月之前 崔东国在酒后就因殴打金珠 而被当地公安局治安拘留五天 在屋里指定打我 我那时候比这个还前主怀 随后警方在金炎君的家中 又有了重大发现 发现在这个路子上 有几处血迹 到台里面发现了有带血的衣服 我们就是把这个血迹提取之后 做DNA检验 证明这个血就是死者瓢毛的 越来越多的信息表明 崔东国与金炎君 在朴永成失踪案中 具有重大嫌疑 就在警方即将对二人 展开进一步调查之时 崔东国竟也突然失踪了 我们就查找不到 这个姓崔这个男子的下落 就这一点让我们特别吸引一些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 专案组立刻将金炎君 带着公安局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就在审讯金炎君的同时 警方继续全力查找崔东国的下落 通过很多的途径 多方查找 他这个人根本没用过 什么人住店 或者是这些都没有住过 这样的话 我们就猜想 他有没有可能是在 比如说山里 或者给人看山庄 或者给人看厂子 这样的地方 2014年10月16日 警方终于在图门市郊的一处生态园中 找到了崔东国 而随着崔东国的落网 朴永诚失踪案终于真相大白 据崔东国交代 朴永诚已经死亡 而他就是杀害朴永诚的凶手 那么案发当天 在崔东国金炎君 以及朴永诚之间 究竟发生了什么 朴永诚又是如何被害的呢 事情还要从那天晚上的 那场酒席说起 当时我们去现场的时候 你看 那五斤庄的酒 剩了不到一斤吧 基本上都喝美了 此时 三个人已经喝的是灵丁大醉 也就在这个期间 崔东国和朴永诚 因言语不和 再次发生了冲突 就吵吵起来 他又想动手打我 完了我又给他还了一拳 尽管都已经喝醉了酒 但深担力薄的朴永诚 依然不是崔东国的对手 几拳之下 他便被打倒在地 倒了以后 他又疼 他说疼 我说那疼的话 你就将去点吧 我明天早上去 跟老板借点钱 我上医院去看看去 后来起来就怀了 后来他就不是生了 我那时候疼了 后来他说 他那 往那叮当响 我们家没有电 叮当响 你们俩看起来 我也不知道那些 不知道是担心再遭毒手 还是出于别的原因 屋内再也听不到朴永诚 因痛苦而发出的呻吟声 此刻 仍处于醉意之中的金炎君 与崔东国 也很快沉沉入睡 一切似乎都陷入了瓶颈 睡觉以后你起来 第二天早上发现 已经尸体都僵了 我让他起来 我要上医院嘛 完了我又招呼他 他又没有动静 眼见朴永诚 已经死去多时 崔东国并没有选择 向警方自首 由于担心自己的罪行暴露 而受到法律的制裁 于是在金炎君的协助下 二人将朴永诚的尸体 进行了掩埋 完了拿背后 他家的背后 被包完了 我一看吧 太沉了 完了邻居那个 有那个空房子 那个劲嘛 还太沉 完了就在那里了 2014年10月16日 警方在图门市集中村的一处空房内 找到了朴永诚的尸体 通过对尸体的检验呢 我们发现尸体只有右侧胸部第六 第七肋骨骨折 这个骨折就是顿性的外力是可以形成的 让人感到惊讶的是 将朴永诚草草草掩埋之后 崔东国和金炎君并没有为自己的行为感到一丝的恐慌 在回到金炎君家之后 他们又继续喝酒 而在此之后 崔东国之所以跑到市郊的山中 其实是想在那里打工挣些酒钱 并不是想畏罪潜逃 在他们两个人的心中 他们觉得警方不会为了朴永诚的失踪而展开调查 也不会觉得一个生命在他们手中消失 感到罪恶和痛苦 这两个人所缺失的不仅仅是法律常识和法治意识 更为严重的是他们缺少做人的伦理底线 目前该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 可以在微博或者微信中搜索一线 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 这里是一线 我是陆陈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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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